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家庭浪安居》 我是节目主持人胡亦軒 和我的好拍檔 Hello 我是Kua Kua 现在很多朋友 越来越多人都提倡这个环保 你知不知道原来这个家具来说 家具各方面的摆设都可以环保 我知道 我有接触过 因为我之前上学 我们很流行有些很creative的东西 有纸皮做的椅子 我贪得意再试一下 OK的 挺漂亮 很有创意 如果有更漂亮的 实用美观的家具 不如我们请个专家上来 这次我们的专家 就是环保家具的专家 Stella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环保家具 其实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呢 其实我们说环保家具 由你去买一些二手的家品 然后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设计师 去用一些废物再造的物料 就是循环再造 甚至经过一些过程 用环保物料去做一个新的家品出来 如果在香港近三年左右 你们可以在一些大型的商铺看到 嗯 但其实我怎么去区别 怎么去分 究竟我怎么知道这些是 真的像我们平时做的家具 还是环保的家具 循环再用的一些物料 怎么可以分辨呢 其实我想一般市民都挺难去知道 它是不是环保的物料 或者是不是环保的家具 其实就很靠那个零售商 那有没有将这些资讯给大家知道 那如果那个零售商 它是带一些那么好的产品给大家的时候 它就很乐意去讲解 或者说它背后的一些故事给大家听 嗯 其实通常环保家具这个概念 其实很多时候有些朋友就会知道 咦 那其实这些循环再用的物料 究竟有哪几个是真的可以循环做 甚至乎那些物料上是难不难找的 其实这个范畴是很大的 就是由你平时看到 可能废纸或者你刚才说的纸皮 或者一些可以循环的胶 甚至一些你完全没有想过的东西的物品 原来都有一些刺计师 将它变成一个很好的物料 再循环再用 就是好像对比上来 全部的废物都可以利用到 其实如果你有创意的话 有一些很有趣 比如我们稍后会讲的一些产品 你平时生活上每一天都会扔的蓝莎 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些很好的物料 我觉得很好 是的 其实有些朋友就会有个疑问 好像说我们现在传统在外面买到的一些家具 其实家具本身都算是一个更大的消耗板 都算是一个更内容的消耗板 始终到一定程度 即是旧印象旁 Match吧 去京都早 Philadelphia 真的只可以去掉下去 丢 Ton 是的 容易掉下了它 但内容程度 如果是環保的家具來說 會不會跟他們相比的時間 比起他們都會耐用一些 還是差不多相約的時間 可能還要更換一些新的 其實環保的概念就是 如果你做了一個環保的家具出來 但可能你用很快的時間 他就已經不可以再用 其實這個概念已經是不環保了 所以我們相信一個好的環保家品 他也是可以很耐用的 也是可以很實用的 真的挺好的 我覺得很好 我喜歡 又可以一流環保 我看到他的創意真的很多 天馬恆空也有 自己都接觸過 但其實我自己會怕他會不耐用 譬如開始登 會不會承受的力量會不會大些 或者是 不夠力度 可能原來是膠的 萬一如果我的肥仔 走下去之後會怎麼辦 我擔心這個問題會不會不實用 他就很漂亮 又有創意 但會不會不太實用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市民的概念 就是覺得環保的家品 它本身是垃圾 或者本身那個物料會不會很脆弱 但其實現在已經 生產過程都越來越先進 其實你會接觸到那個產品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跟我們平時 不是環保的家具一樣 可能一樣的木是一樣實性 膠也是一樣 跟我們平時買回來 普通不是環保物料做的膠 都是一樣可以這樣實性 其實有時在那個 譬如說 雖然我們拿到的物料 就是循環作用的 但其實會不會在那個 加工的程序上面 都比較複雜了一些 之後就會令到 其實那個價錢上面都會提高了 其實會不會的 還是反而會便宜了呢 這個問題也有點複雜 因為如果是環保的家品 如果是用一些廢物再造的物料 它由收集回來 分類 然後再清洗 運輸整個過程 當然牽涉的成本是高了的 但是這個就是 現在我們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因為小人去用的時候 當然它的成本就會高 如果多些人去用市場 大家都接受的時候 整個生產線可以變得成熟了的時候 可能相對的價格 那個成本就自然會減低了 其實都對的 好像Stella說 其實現在個個都說 環保這個概念 其實應該是我們可以 就是慢慢開始 我們香港人 應該可以接受一些 叫做環保的家具 甚至乎好像 其實我急不及待了 很好奇 我看到Stella旁邊那個 就已經可以展示一下 給大家看一看 不如Stella可以拿起給我們 大家看 其實這個是什麼 大家都很好奇 其實這個樣子已經是很型的 大家都看到 其實是一個牛仔布的物料 但是我相信每個觀眾 大家都會每年都會棄置一些 牛仔褲 睡牛仔褲 你扔掉就不要了 其實你們都知道 牛仔布是很實正 很好用的 就將執了這些不要的牛仔衣服 就可以變成一個新的物料 做成這個cushion 真的很漂亮 很有型 其實大家可以把這些牛仔布 甚至是 可以DIY 對 做完它出來之後 就讓人感覺很新潮 其實原來是除了再用的 那種感覺 非常讚 好像桌面上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都是用一些 循環醉用的物料 去造成一些 家裡 點綠家裡的一些裝飾品 其實 可以逐一跟我們介紹一下 比如說 我看到有一塊 首先 那塊好像木板的東西 特別好奇 像雲石 對 有些像雲石的一些物料 其實是什麼 因為說到環保家運 我帶不到一個書櫃 或者一張椅子 我就要說一下這個產品 因為我自己用的那張書桌 就是用這個物料來造的 這個物料其實就是我們 食物的包裝紙 或者你飲完紙包飲品 牛奶的紙盒 切成很小的小塊 每一小塊 然後壓制成一個物料 這個物料可以變成一張桌 一張椅子 或者一個相框都可以 可以的 你們可以 大家可以在我手上 可以看一看 Stella 就把這塊物料 給我鑑上一下 大家可以聽一下聲音 可以試一下 其實都是很實質的 環保家運氣都可以很實質 真的 就是把我們平時 就是說 飲品的一些包裝紙 食物的那些 壓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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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像石頭木一樣 但真的很好 我會用那些物料做出來 真的 很有創意 很有創意 而且真的很環保 每個人會想 丟了就丟了一堆田 然後原來可以運用得很好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要這樣利用 支持 支持環保的東西 另外一個 好了 我們平時吃雞蛋 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 大家可以拿來看看 一定要說 因為這個是本地的設計 是一班理工大學設計系的畢業生 它就在香港的麵包店 收集了這些雞蛋殼 然後裡面就注入了一些大豆成份的蠟 變成一個環保蠟燭 哦 是環保蠟燭 是啊 讓我輕輕 拿個看看 這個是原來環保蠟燭 大家可以看到 原來這個是雞蛋殼裡面 有些大豆成份 大豆成份 很健康 所以燒的時候就不會有黑煙 因為平時我們買回來 不是環保蠟燭 它有化學成份 會燒了一些黑煙 吸了當然對身體有害 很有味道 這些應該是無味的 是啊 真的非常好的一個設計 這個產品非常好的 除了這個環保蠟燭之外 剛才阿Ku也有說到 其實有些朋友很難會看到 這是不是一些新的物料製造的呢 大家 也是看不出來的 這是一個循環再造的鐵線 循環再造的鐵線 就是用別人扔出來的鐵線 其實撿回來 然後就可以繳成一個 這麼漂亮的托盤 真的很好啊 沒有想過是會用 不要的鐵線 因為我自己覺得它是新製的 因為整件東西都很漂亮 很有風格 然後就覺得它應該是新的 普通外面看到 但它竟然是一個環保的產品 我覺得很棒 很容易一點 真的這個很好啊 另外我看到綠色這個 綠色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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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啤酒瓶 真的 你拿上手你就會知道 我初次是膠 其實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現時在香港 如果你需要扔一些玻璃瓶 或者酒瓶 你真的很難找到它 你都不知道扔到哪個顏色的桶 我們就收集了 在香港的餐廳 收集了很多這些酒瓶 然後就用一個玻璃窯 壓制了一個 變成一個桌板 我們本身打算 可以放一些文具 或者一些卡片 我們有些客人 買回去就放壽司 或者我們喝紅酒的時候 有時候會配搭一些芝士來吃 就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生活的享受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循環作用 這個概念 其實都可以運用到 在我們現時的餐廳上面 是 其實都可以這樣 有一點點 現在不是有很多主題餐廳 甚至乎現在 變成一些餐廳裡面 有時候供不應求的那些碗 碟 有時候都說要洗得很辛苦 其實用這個設計 反而點綴到 在一間餐廳上面那種特色 還有更有型 對 就是說我想點一點小吃 然後拿出來是這樣的 很有型的 很新奇 會在那邊研究它 然後又吸引到生意 我覺得挺好的 其實這個設計真的非常好 說到好像碟一樣 碟之餘 當然有碗 其實這個 我看到旁邊那個 好像碗一樣的 這個 這個是什麼 我想知道 大家看看裡面 其實可能猜到 這個是不是椰子殼 就這樣一個椰子殼 原料就可以造成一個碗 外面這個顏色 其實都是食物安全 還有一個環保的油漆 哦 對 其實現在真的 但是 阿菇的樣子 就看到 不像 因為它裡面 正常椰子 會有那些紋 就是你摸下去 有那些 但是它是完全平滑 所以我會覺得 它磨得很平滑 是真的好神奇 所以現在的環保產品 其實它都做得很成熟 就不是我們一般的概念 覺得是很垃圾的 或者一個很原始的 其實已經是可以是很漂亮的 是啊 好 剛才介紹了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讓大家消化一下 稍後回來 繼續家庭安居 謝謝 好便 容易打理 如有任何茶室 歡迎親臨快異店 衝過地域界限 穿梭遊戲人間 挖抱點 潮爆玩 又怎止刺激這麼簡單 分享潮流真品 搜索無價寶物 搜索激身滿意 又怎可以沒有你們份呢 玩家達人 與麻利玩 飲食適家味俱全 是不是有足夠營養的 生活的壞習慣 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 吃甚麼補品才補得回呢 健康知多些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全新電視頻道 A Plus 優質生活台 優質節目 帶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飲食 高消費娛樂 金融財機 金融財機 視相潮流 品味消閒 衣食住行 吃喝玩樂 應有盡有 還有玄學宗教 寵物護理 名人專訪 啟發你的思維 擴闊你的視野 一個真正享受 優質生活的頻道 由A Plus 開創 繼續回來家庭論 我是節目主持人胡若軒 和我的好拍檔 Hello 我是Kua 我們剛才說了一些環保的家具 我們繼續請專家 Stella 剛才跟我們說了很多 關於環保意識比較強的家具 其實還有另外一些 不如繼續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嗎 我看到第一個 我們好像經常都會用到的 是不是餐具 是呀 我們平時用的餐具 可能是用膠做 膠上面有些油漆 這樣可能是一些化學物料 吃了對健康也是有害的 其實粥這個物料很好 首先它是天然的東西 它對人體沒有害 第二其實它也是很環保的 因為粥是生長得很快的 所以你撼伐了它 做了一些家具之後 其實它都可以繼續生長 真的很方便 很方便 吃飯的時候用 身體很好 對 即是好過我們現在 經常都說用一些叫做 即棋的餐具 是 其實真的很不環保 我們每一次吃飯 然後就沒有了一隻膠袋 那些膠袋已經在破壞環境 沒錯 真的好不好 除了這麼好的設計之外 譬如說有時候我們在外面 甚至乎喝東西在家裡 都有類似的杯墊 沒錯 但是杯墊 我們平時外面做的杯墊 真的很不環保 對不對 都是斬了一些木 然後還要加工 很多東西 然後用紙都壓制住 濕了水之後它爛了 又不能用 對不對 我們另外一個 是非常環保的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 這個 其實我覺得很漂亮 很漂亮 我覺得它 其實它就是在用的雜字紙 你很仔細看 其實你還看到一些紙 其實我們每天扔出來的報紙雜誌 是非常之多 原來這樣都可以做了一個杯墊 真的挺好的 還有就是 甚至乎如果濕了的時候 輕輕乾乾 又可以再用 抹一抹它其實就OK 不同 我們平時在外面 有時候去聊聊天 喝兩杯的時候 那些杯墊很化學 濕了就爛了 濕了就爛了 然後真的是很不環保 不過除了這個杯墊之外 另外一個更加出色的 我又留意了它很久了 不如找一聲 跟我們再講解一下 究竟這是什麼來的 大家都很喜歡這個很型的黑膠唱片 但因為很多黑膠唱片 可能它花了 那你就沒辦法再聽了 那怎麼辦呢 放在這裡 其實就可以壓制不同的形狀 做一個托盤 放在家裡 放在鎖匙 或者一些散紙 很型的 就會很型的 真的用心的 真的好 我想試一下摸一摸 甚至乎我突然間 有個奇想 不如有時候 在家裡有一些地方 有個籃子 裝生果 裝生果 這個真的 其實這個設計真的非常好 會錯 花了的唱片 有時候真的好像 丟掉它 又不捨得 對 有時候就說 難道真的弄壞它嗎 原來這樣的設計的時候 就原來用得回 真的好 還有 告訴大家 就算唱片花了之後 我也知道這部分是什麼唱片 因為它沒有唱歌 對 還有一個Logo 有一個Label 告訴大家 原來這支唱片 我曾經擁有過 這個設計很好的 除了黑膠唱片的托盤之外 下面這個很特別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吃飯的時候 很喜歡用餐煎煎煮 會漂亮一點 也會衛生方便一點 這個也是很漂亮的 色彩繽紛的 其實它本身是一些糖紙 或者食物的包裝紙 我看到它 對 你會認得一些食物的薯片 整天吃開 對 它就可以用包裝紙 編織了做一個餐煎 如果你家裡有嘉賓來 來賓來 請他吃飯的時候 用這個煎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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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 有些膠的方便 就好像覺得我吃完飯 禮手拿起就丟進垃圾桶 其實將那些物料 其實都沒有什麼分類 丟進去 其實就浪費很多功夫去分解 各方面這些東西 其實都浪費很多這些資源 譬如說這樣的設計就非常之好 但是我知道Stella 除了介紹桌面上 那麼多種產品之外 不過有一樣東西我還很好奇的 很有趣的 因為這是我們的國寶 這個很有趣 我看著它 我很喜歡它 我看到Stella很可愛 我以為是一個現成在外面 可以買到的一個裝飾 其實它是什麼來的 這裡有一個按鈕 開了它 它是一個小夜燈還會變色 其實環保除了我們剛才講解的 一些裝飾品或者家具之外 其實燈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平時用普通的傳統的燈 可能會有水銀 它就會對環境造成一個破壞 但是LED燈其實它是一個最環保的燈源 它也可以令到你家裡用電量是減少的 最高可以達到70%的 是節省了很多點的 這個就是用LED做的一個小夜燈 夜晚可以開著它 有時候我們夜晚不會 那麼早睡 對 不會那麼早睡 要開燈仔 好像我們這些是野鬼 對著電腦的時候 原來有一點光源可以點綴著 陪著你 陪著我沒有那麼辛苦 陪著你 陪著你 對 長期對著電腦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都會比較專注 比較厲害 原來有閃燈在旁邊 幫幫我們就非常之好 除了這個那麼可愛的設計之外 除了剛才以上介紹過 在台上的一些嘉品 我知道Stella也帶了一些照片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在那些照片上面 還有一些比較有趣的設計 大家都很好奇 不如我們一起在照片上 可以看看 其實在圖片上面 看到都會很精美的設計 其實這是什麼來的 這個很有趣 是一個本地的藝術家 其實他用了一個咖啡的罐 其實他是用一個罐來的 然後金屬就可以勾成一個模型 是一個藝術品 這真的是藝術品 不像用廢物料那些造型 對 其實他很仔細 現在只會用一些心思 就可以把所有的廢物利用的東西 做成一個藝術品 另外這裡有一張椅子 很有趣 是一個板椅子 它也是一個環保的物料 那一幕是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樹林 裡面砍伐的一個木 上面那些布都是一個循環再溶的布料 好 下一張照片 這個真的很特別 我最初以為是水果 最初我看完之後 我說究竟是哪個國家的一些特別的水果 其實是什麼 其實它是花瓶來的 但是物料就是循環再溶的一些紙 它就做了花瓶 它中間是有一個金屬的管 你真的可以針水和插花進去 即是平時這個設計 好像一頁頁的紙 好像我們平時在外面學的紙藝 有一個好像 剪紙 有一個風琴式的剪紙 設計就是這樣 真的很漂亮 好 下一張照片 我們會看到更加一個很特色的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書櫃 其實建築地盤就有很多這些物料 就是一些碎的木 不要的木 我們就有一些設計師在那裏 撿了一些木回來 就壓制了做一些木材 就做了一個這麼大的書櫃 真的好 真的這樣去循環再用 這個 這個呢 我看到很棒 好像雲石一樣的 是 都是一張椅子 這個物料我們剛才也介紹過 就是我們的食物包裝紙 和飲品的包裝紙 切碎而成的物料 其實好像我剛才所說 我自己的書櫃也是用這個物料做的 亦都可以做成你們大家看到的一張小椅子 真的好 那設計上 給人家的感覺實在太精美了 這個 我知道了 剛才Ku 整個人都很擔心的一個問題 有一張椅子 這個 那用什麼來做的呢 這個是一個英國的設計師 他就收集了很多人家扔了出來的膠瓶 我們喝完水的膠瓶 他就用一個控制的溫度 將這些膠瓶溶解了 他就變成了一條條的條狀 然後他就徒手立刻編織成了這張椅子 其實他的藝術成份是很高的 高 你可以當他是一個藝術品 亦都非常實用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穩固的椅子 我們坐下去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嗯 我們平時有時候看到古董的那些 就是用一些樹根去做一張椅子 現在反而變成古董風格 很棒啊 那種感覺 這個呢 這個人是很有趣的 其實這個產品是側邊的四個腳 原來那個腳才是水 就是水 才是個產品 是 是 那四個腳其實就是一個很環保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你家裡有些不要的木板 或者你在街上撿到一些不要的紙板 其實用這四個腳都可以夾著它 然後做了一張桌子 嗯 真的好啊 甚至乎給大家的感覺就是 其實一些大面積的一些廢物 其實只要用一些紳士 就可以拿來做另外一種的 其實要考大家的一些創意 沒錯 好 這個是機械人 那究竟怎樣做呢 很多人都很喜歡這個擺設 很有趣 其實都應該看到 它就是用一些不要的紙皮 其實原來都可以做到一些這麼漂亮的模型 可以放在家裡做裝飾 那種感覺出來真的很漂亮 這個呢 這個其實看上去跟我們一般不是環保的家品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其實它有一個很好的物料 叫做半眼蘭 其實是一個水生的植物來的 因為它生長速度非常之快 所以它是令到水裡面的生態是破壞了 那我們就收集了它 砍伐了它 然後就做了一些家具 嗯 這個也是剛才那個植物 其實真的非常之好 就是原來呢 在我們現今的生活當中 原來有這麼多的東西 就是可以循環再用的 而且呢 就可以做得出這麼精緻 和這麼精美的一些 就是新興出來的環保的一些家具 就是令到我們的生活 就是點綴生息不少 那更加呢 其實可以當它是藝術品這樣看的 沒錯 就是非常之好 那今天呢 非常之開心 和Stella講解了這麼多了 即是關於原來現在環保上的一些家具 原來可以有這麼多種的款式 再一次歡迎Stella 和我們講解了這麼多了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今次的家庭浪漢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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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月子 坐月子 愛寶寶 愛惜你的生子 好月子培餘 令寶寶健康 令媽媽無憂 月子坐得好 一世沒煩惱 室內設計源於生活藝術 方便你日常所需 優化你家居環境 表達你對生活的品味 寫意家居設計 20多年來室內設計 裝修工程經驗 盡心盡力為你打造 寫意家居 寫意生活 衝過地域界限 穿梭遊戲人間 挖泡點 潮爆玩 又怎止刺激這麼簡單 分享潮流真品 搜索無價寶物 搜索激身滿意 又怎可以沒有你們份 玩家達人 預埋你玩 健康 飲食適家味俱全 是否有足夠營養 生活的壞習慣 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 吃甚麼補品 才能補得回呢 健康知多些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淘淘酒 層次鮮明 而且千變萬化 威士忌被英國人 譽為生命之水 Brandy 是成熟男士的必然配搭 各各名酒 我們一一世味 由品嘗美酒 到以美酒入榨 體會醉人魅力 酒運全世界 全新電視頻道 A Plus 優質生活台 優質節目帶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飲食 高消費娛樂 金融財經 時相潮鬥 品味消閒 衣食住行 吃喝玩樂 應有盡有 還有玄學宗教 寵物護理 名人專訪 啟發你的思維 擴闊你的視野 一個真正享受 優質生活的頻道 由